九七之前和九七之後的變化是很明顯的 說出這個事實出來有什麼問題 還是他們不願意面對這些 或者不願意正視 或者不願意去深思這些問題 香港回歸二十週年 不知道大家如何慶祝呢? 設計師阿浩就選擇了用二十幅圖 年輕回歸 究竟這二十年來香港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們這幾年見到很多很重大的改變 有深刻的感受 很多幅圖其實都是很客觀地講一些變化 我們的貨幣 以前的銀仔由英女王轉了現在做那個花 接著我們一些護照的 轉了做另一本護照 我們用BNO的護照 不代表我們是英國人 就正如我們現在拿著特區護照 我們都不代表我們是中國人 有很多故事和背後的原因在後面 用到淪陷這個字又會不會誇張了呢? 用得這個字當然是覺得淪陷了香港 香港的淪陷是一個各方面制度 經濟 我們的主權 我們人民生活的人權自由 文化各方面的東西 不斷被人蠶食 不斷受到破壞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淪陷之中的一個城市 還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 有人還會問做這些設計 是否收了錢 是否收了錢 我都想 我都很想收了錢 如果這些變化是真實的 為何我們不可以拿出來說 先說出來 大家就去改 一定是有人說 有人關注 然後大家才可以再去下一步 如果你一直欺人說 其實都很好 沒有了一點點自由 那就繼續走下去 之後會好 跟你講普選一樣 五年又五年 五年又五年 由零七零八 拖到一二 然後拖一七 永無止境地拖下去 你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你現在不行